在《觀經》裡面提到的 觀世音菩薩 大世智菩薩會成為念佛人的聖友 簡單來說 就是成為念佛人的兄弟 整個極樂世界 菩薩聖眾 各位都是念佛人的兄弟 所以想想看 這是多麼的殊勝 像在中國 有四大佛教名山 是以四位大菩薩作為代表的 釋迦牟尼佛 當初他在印度 也只有上千位阿羅漢誰生弟子 像安安 順利佛 穆建蓮等等的 但是各位 我們看佛說的 現在阿彌陀佛有無量無邊阿羅漢跟菩薩弟子 佛說他算到無量節 都還算不完 而且特別的是 這些都是我們念佛人的聖友兄弟 都是我們念佛人的護法 所以像最近 聽說我們這個世界 有出版了一個風靡全球的電影 叫做什麼《Avengers》電影 好像它是歷史上最多人看 最賣桌的電影 裡面好像有很多那些什麼 Spider-Man Iron-Man 一大堆不人不鬼的英雄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吸引一大堆人都跑去看 大家看到的時候也很激動 也很羨慕 甚至是希望說 這個世界真的有這樣子的英雄存在 但是各位 我們現在真的就有了 因為阿彌陀佛的底下 就有這些數不清的聖眾在保護我們念佛人 所以 佛門的傳統大殿叫什麼 各位 佛門的傳統大殿叫做大雄寶殿 就是說 佛門的佛菩薩其實都是大英雄 因為他們經歷千辛萬苦的斷煩惱修行 還不屋離不棄的救度眾生 所以都是大英雄來的 也就是說 佛門隨便一尊佛菩薩 都比Spider-Man還要強 各位 我們看 阿彌陀佛的光 可以照到十方世界救度眾生 觀世音菩薩還可以牽手牽眼 目見連尊者還可以到地獄救母親種種的 我肯定這種是Spider-Man做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 你要英雄 佛菩薩才是真的英雄 才是 所以要歸一 要得到互念 就是要念佛 就對了 因為唐人主師講的 就是說 《阿彌陀經》裡面提到的 極樂世界有數不清的這些聖眾 是拿來做什麼呢? 講這些 其實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念佛人永遠都不是一個人的 我們念佛人永遠都不會寂寞 因為除了有無量光聖的阿彌陀佛以外 還有數不清的菩薩聖眾 都是我們念佛人的親兄弟 所以既然這麼殊勝 那我們還擔心什麼呢? 你看我們念佛人的背後 永遠這麼多的菩薩兄弟跟阿彌陀佛爸爸 在支持 互念著我們 所以難道說 這樣子你還擔心 有什麼事情是過不去的嗎? 現在 阿彌陀佛連讓我們到祂的淨土都行啊 那我們講其他小事 真的是小兒科啦 各位 我們看 人類到了現在 有100年 200年的科學 但是也只能飛到月亮 最多只能飛到火星而已 但是 阿彌陀佛在十節以前 就能夠讓我們所有的眾生 到十萬億佛國土之外的極樂世界 那各位 這個如果都行的話 其他根本是不在話下啦 是不是? 所以如果說 我們念佛人 真的遇到什麼事情過不去 阿彌陀佛跟無量菩薩聖眾 一定是會開會一下給我們想辦法的 所以世界人 小朋友 迷什麼Spiderman 倒不如你迷阿彌陀佛更好 因為你迷Spiderman 他們都幫不了我們啊 但是你念南無阿彌陀佛 所有的菩薩聖眾就到了 我們今天不用到中國 世大佛教名山去拜菩薩 也不用到印度頂禮設立佛安安的 現在疫情也是去不了嘛 但是 現在你只要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這些大菩薩聖眾全部都來到我們的身邊 甚至歷代 到淨土的祖師 像坦仁大師 道綽大師 善導大師等等 這些已經過去在淨土的大祖師通通都來了 因為都是同一念佛無別道 遠通法界皆兄弟 這些大菩薩 大祖師 他跟我們就不再是說師父跟弟子的關係了 而是兄弟的關係了 你看 遠通法界皆兄弟啊 那我們現在才念佛 我們是晚輩 我們是弟弟 而哥哥呢 就是 觀音 世智 龍樹 天心 道綽善導等等的 哇 所以 你看 這個一講 我們的臉上真的是有光啦 華人講的 你真的是光中耀主啦 我們這一輩子其實都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啊 都沒有做過什麼光榮的事 那最光榮的事就是我們念佛 加入阿彌陀佛 這個大家族了 你一念佛 你一加入 把我們的身份證移到極樂世界那邊 那全部的聖宗都是我們兄弟了 所以 怎麼能說這是不光榮呢? 我們兄弟家人不再是阿狗阿貓啦 也不再是閻羅王黑白無常啦 而是無數的諸佛菩薩慎眾了 所以以後 人家問我們說 我們的哥哥是誰? 我們馬上跟他講 我的哥哥 我的大哥哥就是觀音世智大菩薩 哇 你這個一講 那還得了 所以 這當然我們講是光榮到頂了 沒有一件事情會比這個事情更加光榮的了 之前有一個小孩子叫做聖雲 他差不多才十多歲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小孩 因為他從小就是有在念佛 真的是從小的那一種 因為他媽媽把他生下來的時候 就是念佛 把念佛當作搖籃曲 念給他聽的 所以一歲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開始念佛 但是聖雲 這小菩薩 念佛也念不準 最早的時候 他只念阿佛 阿佛 兩個字而已 畢竟他很小嘛 南無阿彌陀佛 六個字 剛開始 他只會念了兩個字 那稍微長大的時候 他也是一直在洞中念佛 就是 玩玩去看電視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 念佛的 小孩子念佛就是這樣啊 他也不可能像大人一樣 你要給他靜靜下來 念佛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說 這樣子念佛就沒有效 因為阿彌陀佛 她畢竟是慈悲的 只要你可念佛 你不管怎麼念 通通都管用 像這位聖女小妹妹這樣子念佛 結果 她在3歲的時候 就夢到阿彌陀佛了 她醒過來的時候 就跟媽媽說 夢到阿彌陀佛 就帶她去玩 她也講 當時看到阿彌陀佛 跟阿彌陀佛的背後 有一大堆的菩薩 就是一直陪她在玩遊戲 阿彌陀佛就跟她講 那你要什麼 我都可以給你 她覺得小孩子就很天真啊 就跟阿彌陀佛要求很多很多的玩具 但是阿彌陀佛 她不但沒有嫌棄 還笑笑 就這樣子摸著她的頭 她還說 看到極樂世界的小鳥 全部都是會念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的 也看到 念佛就有蓮花出現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她就有再念佛多一點了 因為本來小孩子嘛 愛玩 少念佛 有念啦 但是少念 但自從 夢見阿彌陀佛以後 就開始多念一點了 那講到這裡 就想到 有些父母 其實他很擔心 自己的孩子太早念佛 很不好 其實當父母的人 也都不能說 陪孩子一輩子的嘛 是不是? 父母能夠陪這個孩子一輩子嗎? 不行的嘛 你不要講一輩子啊 等孩子長大二三十歲以後 見面的次數也會慢慢的變得很少啦 所以最好就是讓阿彌陀佛陪著孩子的生命 這樣是最有安全感 是最好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 這位聖雲小妹妹就是這樣 在她8歲的時候 有一次 她自己過馬路 就沒有想到 突然被一輛貨車給撞到 聖雲就這樣子被撞 滾到旁邊 哇 我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肯定完蛋了 才8歲的小妹妹被車撞到 那不就是完了嗎? 但是聖雲小妹妹竟然她一點受傷 流血都沒有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小妹妹說 當她被撞到的時候 她其實有看到阿彌陀佛用手牽著她 放光攝取她 讓她感到溫暖 讓她感到柔軟 所以才會沒事的 要不然也解釋不了 為什麼被貨車撞到也沒事 而且不只一次 在隔年9歲的時候 有一次 媽媽用摩托車載她出去 也是不小心被車給撞到 所以這位小妹妹的命 說實在的 也不是很順的 都是有這種被車撞到的命 它連續兩次了 但是 這第二次被撞到的一瞬間 聖雲說 阿彌陀佛就帶著一堆菩薩出現 在地上抱住她 不至於說讓她受傷 所以各位看看 阿彌陀佛真的是慈悲到不可思議 小孩子能夠說出來的事情 也不可能是編造的 她也真的被撞了兩次 還是沒事 確實事情就是這樣 是佛力加持護念的 雖有些人還嫌棄念佛的功德不夠 那其實 這個就奇怪了 因為有這樣種種的殊勝利益 怎麼還會不夠呢? 我每次聽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會感到很奇怪 可能不只我有問號 連我後面這一句阿彌陀佛也有問號 可能連觀音甚至文殊菩薩也有問號 因為 佛菩薩可能就想了 我們所有諸佛菩薩都當你念佛人的兄弟 護法難道還不夠嗎? 如果說這個還不夠的話 請問還有什麼是夠的? 無數諸佛菩薩都互念不夠 難道普通的一兩個就夠了嗎? 你看 佛說的啊 我們念佛人有諸佛菩薩的互念 這個數量有多少呢? 佛說這個數量非常的多 多到不是算數可以算得出來的 只能無量級就一直去講一直去講而已 你看 就等於是無量無邊了 所以不是說其他法門不好 其他法門都是佛法 都是很好的 但是 唯有念佛才是真正最不可思議 因為念佛可以得到 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的互念 你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可以得到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的互念 所以你怎麼能夠把這個無量無邊 諸佛菩薩互念的念佛功德 看得比其他還要好呢? 邵大師就說 自於眾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較也 就是說 其他佛法都很好 都是善法 但是念佛最好這樣子才對 這並不是貶低其他的法門 只是在歸一 歸命阿彌陀佛來說 確實沒有比念佛更加殊勝的了 畢竟要得到阿彌陀佛願力的利益 真的 就只有念佛最相應 那這個就不得不感恩阿彌陀佛 給我們成就這麼好的願力 講得更白話的話 感恩阿彌陀佛給我們這麼好的服務 世界人說的 這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啊 各位 因為如果說 我們舉一個世間例子 我們今天去旅店 去餐廳 你要人家服務我們 我們是要給錢的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錢 誰會理我們呢? 但是現在 阿彌陀佛沒有跟我們要一分錢 沒有說要我們苦行苦修 阿彌陀佛只是要我們動動嘴巴念佛而已 就是這樣 每天念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這些諸佛菩薩 自然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會成為照顧我們的兄弟 所以能夠說 這個念佛不好嗎?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們這一輩子最幸福的 可以說 就是遇到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了 因為這是這個世界所沒有的東西 阿彌陀佛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